LINE股市场 好两位呢今天来到现场 当然呢就不免俗 我们要来看一下零股 因为希望大家都可以存到一些小小的资金 那过去呢 其实有很多加入我们的观众朋友 因为相对比较年轻 我也带大家了解一下 所谓的股票市场概念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股票 过去股票单位呢 大家都说是一张 但是大家知道一张有多少股吗 我们先来看到一张股票 其实是1000股 过去在台湾的股票市场当中 那我们讲的盘中的时间 就是早上开盘的9点钟 到下午的1点半 那最小的单位呢 我们是用张来计算的 那一张我们刚刚讲的是1000股 但是大家可以观察到 因为从去年也就是2020年的 10月26号开始 我们的盘中零股交易呢 是正式的上路 所以如果你买卖股票的数量 小于1000股的话 这个1到999都叫做零股 那讲到了零股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零股要怎么交易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买进了不足一张的股票 那所以呢 如果未满1000股的交易单位 就叫做零股交易 那最近呢在盘面上 我们看到了很多人 分享自己投资心得之外 可能又把这心得集结成策 就是张坤林 昆林哥最近呢 其实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说 他的操作手法 因为过去他曾经 有创下一个蛮惊人的记录 是曾经负债600万 但你又用零股的方法 把它赚回来 对了没错 这个是其实总共是有两成 就是说它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零股的部分 就是说我那时候是做股票的操作 那在一年不到的时间 其实就亏损了300万 哇你是买了什么 今天丽姐也就很好奇 你买什么电子股吗 我当时其实应该在20年前 我当时买的是那个股票 对然后当时也做了那个融资 有融资都很危险啦 应该是说先赚很多钱 先赚很多钱以后就开始一直加码 你知道就不太想上班了 对那时候也在外商银行上班 那就是变成说获利很高 那就是一直加码下去 但是其实当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技术背景 对就是不停的加码 就是像中邪一样 对还没有看到燕丽姐在电视上分享 所以大家都是盲目的投资 对对对杠杆做太大了 是对没错 那所以排了这么多 后来你怎么样把它一点一滴 发现说可以慢慢的累积 其实应该说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有学会的技术分析 是对 学会技术分析之后呢 其实我用 我是有些用期货把它带过 就是说我把那个赚的钱先补回来 那补回来之后就开始进入创业这一段 那创业的时候呢 我也是一样又先从银行再拿钱出来 再创业 那时候是300万 就用300万的资金开始重新创业 对那那个时候的概念是说 我先把钱还掉 我不要再欠钱了 那我就重新开始 对因为毕竟从那个天堂 掉到那个地狱 那种地狱在爬上来 觉得说先归零 重新开始 所以就先举债 就创业开始 对那创业以后呢 就开始稳扎稳打开始做 那也开始做投资这一块 对 这个过程都做了多久 你把这个钱慢慢赚回来 总够花了多久的时间 第一段的时间 其实我用六个月就把它赚回来 这么厉害 因为是期货嘛 对不对 期货很快 期货只要抓对方向 然后因为他刚刚放很大 所以很快就回来 是是 哇那蛮蛮惊人的 六个月 六个月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在操作上 特别的想象一下说 有一些方法 的确是蛮不错的 那过去我们也发现到 有一些数字 烟体检验也观察到 我们以前都叫人家股票投资 可是最近年轻人 他们05投资 好像自己有很多的方法 反而在网路上非常的盛行 对因为特别是 像刚刚志玲有提到 因为台湾现在是一个低薪的年单 那虽然我们略有加薪 但是我们加薪的速度 永远比不上房价的涨幅 还有物价的涨幅 所以其实现在 包括很多的年轻人 大学生研究生等等 都对投资股票非常非常的热衷 那坦白说 像我在这两年的演讲场合 年轻人变好多 我自己觉得好压抑 我有这么多年轻人的粉丝吗 年轻的粉丝 我明明本丝都是40岁以上的 现在参加我们节目 粉丝就会开始变年轻 那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今年 大概前几年 前几个月之前 有个大二的学生来听我的演讲 他说 卢老师 那个我 台积电短线套怎么办 那我就问他买多少钱 他说六百多块 那我就说 那你当时买的心情是什么 我想要长期持有 我觉得我再放个几年 可以赚一倍 那既然你想要长期持有 你又短线套 你又这么焦虑 所以有时候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非常厘清 我们当时投资买这档领股的需求跟目的是什么 那话说回来 我非常鼓励小资族或者是上班族 我们开始学习投资领股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 如果我们连小钱都管理不好 如果我们连小钱都投资不好 你怎么可能有能力去管理跟处理大钱呢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连领股都操作不好 那突然之间你有了一千万 那你要利用这一千万再去投资股票 因此要制胜或者是翻一倍 我觉得那个难度其实是在的 所以买领股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它门槛 第二个它可以给我们一些练习的机会 让我们知道每一个族群 它的股性 每一档股票它的股性 还有刚刚像昆琳讲的 每一档它都会有技术面上 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依据 我觉得练习够了 我们再来买整张 甚至是十几张 几百张 几千张 OK 这也是一个方法 是 所以刚刚讲到要练习之前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基本的概念 那因为昆琳今年4月有出了一本书 里面就是讲到一些领股投资的方法 我们先来大家看一下 基本这个领股的概念是什么 好的 其实在领股操作上面 基本上它其实这样可以多操作 就是其中第一个部分 是你可以进行存股 可以先进行存股的部分 在字卡这个地方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你可以先进行存股 透过存股的方式来了解 就是领股的发展 就是你的个股发展方向 那如果说你了解到一个阶段以后呢 你就可以进行所谓的价差操作 那价差操作完之后呢 你其实还可以透过领股来做套利 这等一下我们后面可以提到 就是还可以进行套利这个动作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你还可以领取股东会的纪念品 所以这个其实投资的方式呢 是一个领股 它可以带出多样性的投资 但是要按部就班的学习 这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按部就班的学习 你在买卖的时候 也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数字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领股买卖也是有手续费的 因为大家过去在讲这个一张一千股 那领股要怎么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交所公告 如果你要买卖的话 其实在这费用项目 不管是买或是卖 这个是0.1425%的手续费 那要怎么计算呢 就是你的股价 乘于你的股数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一张是一千股嘛 然后再乘于这个百分比 再乘于所谓的手续费优惠 那不要忘记哦 因为其实所有的这个交易 都还是要缴交证券交易税 是0.3% 你在卖的时候因为有获利嘛 所以要缴交证交税 那这个证交税呢 大概是股价乘于股数 乘于百分之0.3% 我要请教一下燕丽姐 因为既然这么多年轻人 都想要再操作 那过去我们也是蛮斤斤计较的 就是像ETF 你们会算给大家看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数字 是不是手续费 单次的这个计价的方式 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 对因为其实刚刚志玲 有特别提到 很完整的分享 就是呢 买卖零我还是有一些手续费 证交税等等要讲 不过呢 我觉得现在建商 对不起是券商 券商戴口罩发音不标准 现在券商呢 其实竞争很激烈 所以呢通常都会有 非常多的一些优惠的活动 那基本上五折是很常见的 手续费五折非常常见 几乎每一家都在五折以下 那我们单单就五折来说好了 那基本上呢 这个最低的手续费呢 大概会是20块钱 所以呢这样换算一下呢 我们基本上你的这个成交的金额 要在两万八千五百块钱以上 你的手续费才会超过20块 那如果说你的手续费呢 就是说你的成交金额 是在两万八千五百块以下 哇你的手续费 其实没有超过20块 那你还是至少要交20块以上 那那个金额就是手续的成本 就会比例就会跳上来 就会很高 举比例随便说好 你买一股的银行股20块 那你的手续费就是20块 那很不划算啊 那所以就说在这边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同时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表格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虽然我刚刚有讲 我觉得说买卖领股 是让我们进阶成为高手的第一步 但是不要忘记就是 目前领股呢盘中交易是 每三分钟撮合一次 如果你有实力资金够的话 买整张股票是五秒撮合一次 你就会买到那个价位 对对对 就是坦白说买整张股票交易 还是会比较方便 比较活络一点 所以一般来说领股呢 除非是就是你真的选的是 很冷门很冷门的基优股 那否则呢 通常呢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呢 就是我们是以一些龙头股 或者是呢 大家比较会交易的一些股票来说呢 你进出上面会比较方便 好那这个是手续费的部分就是呢 最低的单次的手续费 大概都是20块起跳 所以我们还是要精进计算一下 不过也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呢 所有的券商都瞄准小资主 对对对 大家都瞄准年轻人 对啊那大家看一下就是呢 几乎好多的券商 都有寄出很多的活动 每一笔呢一块钱 然后呢不然最低就是五块钱 当然每一次的活动的优惠是不太一样 可是呢大家就是可以选 你觉得方便的你喜欢的 你认同他的企业形象的券商 去做一些下单的一些动作 是所以我们现在先看条件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基本原则 那我要回到昆林 因为其实选股是有技巧的 刚刚燕丽姐也说 其实因为三分钟撮合一次 这个风险性可能跟买股票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挑选的方法 应该逻辑思维也会不同 其实在挑选个股方面 我先建议大家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在目前现况上面 我倒是会建议是 可以从这个字卡来看 因为领股你可以观察 它跟整股之间的联动关系 那以现况来说 比如说如果是台股 在走多头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是多头趋势 在多头趋势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领股的价格 会高于整股 它会高于整股的价格 但如果股市一旦走入空头的时候 领股的价格反而会低于整股的价格 所以我会有提供一个建议的操作 在多头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去买入整股 但是可以在领股的环境里面 把它卖掉 可以多赚一点价差 所以这是多头的趋势里面 可以去做的这个套利跟价差的部分 那如果在空头的时候 因为领股没有办法当天买 或当天卖 也就是没有办法做当冲 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是 你如果一旦 台湾的股市走入空头的时候 你可以先做存股的动作 那等到存到就是 你这个领股的价格高于整股的时候 就代表多头已经来临了 对 但台湾好像没有空头 对 台湾好像大家都一直在说 还是有股灾 就是可能两三天 你可以利用那个时间 做区间的操作 没错 没错 OK 对 你他们在那里愿意 就看来